大家好 大家很關心颱風會不會來 現在熱帶性低期在菲律賓的西邊 在南海 它預計很快的就會生成 今年第二號颱風 如果成為颱風就叫做鸚鵡 它的原名叫Nuri 是馬來西亞所命名的 它的外環流會對台灣帶來一些水氣 不是直接影響 是間接影響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在高屏 高雄屏東或是花蓮台東 多雲容易有些震雨 其他地方是午後雷震雨為主 水氣在周末會稍微多一些些 但是大家不用太擔心 就是多一些些而已 下週大致上轉為高壓 典型炎熱的天氣形態 會有點熱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鸚鵡 即將成為鸚鵡颱風的熱帶性低期 它現在還在發展當中 預計它很快的在這一兩天內就會生成 它大致上是往這個 廣東的方向 珠江三角洲的西邊方向接近 當然啦 這樣的話對於香港澳門 就會滿大的影響 還有廣東 我們台灣這邊不是直接影響 但是有些水氣會上來 等於是午後震雨會增多 或是迎風面的這個震雨 大致上很快的太平洋高壓就犧牲了 接下來下週很熱 各位有沒有看到有一道封面 可能在下個週末 接近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下個週末天氣可能是不穩定的 請大家稍微留意 是不是典型的美影封面 還有待觀察 不排除有這樣的機會 請大家跟著我們隨時保持關注 因為各位知道下個禮拜天 有這個日環時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就很重要 那大致上這兩天 台灣天氣都是典型夏季炎熱的 北部也是這個都是這樣很穩定 不過午後震雨可能會很局部零星 靠山區會多一點點 南部也差不多 南部這幾天因為下不下雨差別很大 要稍微留意一下 迎風面的降雨 像這個台東或是花蓮 恆春半島高雄屏東都容易下 然後靠山區也容易有些 這個午後的震雨發展 那禮拜天也類似 然後禮拜一禮拜二 會慢慢的在趨緩當中 所以請大家稍微留意 大致上禮拜五的晚上的天氣 跟過去的幾天都很類似 當然有些地方 午後震雨下完就很舒服 不過禮拜六 就稍微要留意一下 這個迎風面的降雨 或是午後的震雨 會比較多一點點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很典型很熱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請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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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